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是228 71周年 中枢纪念仪式在大雨中进行 总统蔡英文亲自颁发回复名誉证书 给高龄91岁的受难者谢一成 以及杨阿寿等三名受难者的家属 蔡总统强调 未来成立的促转会 会在最短时间内 组成国家转型正义报告撰写团队 让档案重见天日 让历史自己说话 世界上已经有许多的国家 有类似的真相调查报告 我的期许很简单 台湾版的转型正义真相调查 必须要达到国际的标准 被视为国民党角逐新北市长 呼声最高的副市长侯友宜 28号下午3点半在脸书发文 侯友宜说现在她只有一个念头 则无旁贷 侯友宜很直接的在脸书上说 是的我决定参选新北市长 也已经向朱立伦正式请辞 准备参加国民党的党内初选 这是侯友宜人生中的第一场选举 也强调会努力全力以赴 支持者纷纷留言 等你这句话很久了 终于等到了 侯友宜将在3月1号召开记者会 正式宣布 松烟文创27日下午传出枪响 十枪男子对空鸣枪 随后快步离开现场搭上计程车讨逸 初步了解郭信嫌犯从高雄包计程车北上犯案 开枪后搭原车到台中 又换计程车回高雄 并向警方投案 交出手枪及12颗子弹 郭信嫌犯向警方公称 因为在行走时与人碰撞 气不过才愤而对空敏枪 事后又改口说是因为讨厌副邦建设 与之前的两起枪击案无关 郭信嫌犯供此反复 警方不排除与利益关系有关 全案警方深入调查中 民进党立委高志鹏 发起的新台币改版设计竞赛 结果在27日出炉 由福尔摩沙美丽之岛 以13000多票 夺下新台币大赏专业组首奖 主题遍及各类台湾意象 包括代表性建筑 动物 风景 文化等 最特别的是将四张钞票组合后 可以合成台湾的图像 许多网友看完后 纷纷留言表示 真的美呆了 甚至还有网友说 太漂亮了 舍不得花 但网路创意冷气奖创意组 首奖作品竟将中华民国的名字写错 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高志鹏日前受访时表示 推动比赛不是为了去讲话 去中国话 是为了促进国家正常化 并逐步完成转型正义 设计新台币 其实也是设计新台湾 我现在要知道 已经写了 我们在写几个人 在写击中华民国的名字 里边的字幕 我们在写减中华民国的名字 里边的字幕 来说 在写减中华民国的名字 和来自我 中国人